血液灌流原理 血液灌流技术是将患者血液从体内引到体外循环 通过灌流器中吸附剂吸附毒物、药物、代谢产物 达到清除这些物质的一种血液净化治疗方法或手段 与其他血液净化方式结合,可形成不同的杂合式血液净化疗法 第一步,患者的血管通路主要是中心静脉临时导管 由于反复制作内漏,使上肢动静脉血管耗劫 原有内漏血管流或狭窄切除后 需要用人造血管造漏术,从而建立血液体外循环 第二步,自体动静脉内漏成型术 是通过外科手术,使得动脉血液流至前表静脉 达到血液透析所需的血流量要求 第三步,进行动静脉内漏穿刺 血液自动脉端引出 经过灌流器 第四步,活性碳主要依靠微孔结构的物理吸附作用 活性碳的吸附作用一般无选择性 被吸附的分子在吸附器表面可以移动 可清除大中分子,如免疫复合物,甲状航线激素,氏黄醇结合蛋白等 第五步,血液经过灌流器吸附后流入血液透析器 溶质通过半透膜,从高浓度溶液向低浓度方向运动 使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向透析液移动 从而达到清除溶质的目的 第六步,被净化的血液从经脉血管通路重新输入患者体内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优势互补 全面清除中末期肾病的代谢产物、毒物、致病因子 以及调节水、电解质平衡 从而达到内环境的平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